大家好, 风打完了 今晚有什么要和大家分享呢? 话说打了风后, 我女儿病了 也是伤风感冒那些, 现在正在休息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另一个竹品 我之前介绍过, 如何做皮散瘦肉竹 有竹店风味的皮弹瘦肉竹 咸肉片, 加陈皮去腌它 今天我也是要做皮弹瘦肉竹 因为病人, 伤风感冒那些 通常都会伴随着, 可能会扁肚腺发炎 或者是上呼吸道不舒服, 喉咙不舒服 吞烟是有点点困难的 所以竹品就一定是对的 但是竹品当中, 我们是香港人 很喜欢皮弹瘦竹 可能去到这里, 有观众就会问 这里又做皮弹瘦肉粥有什么新款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个皮弹瘦肉粥再加菜 所以名字应该是皮弹瘦肉菜粥 可以吗? 这个粥大概三十多分钟 就会有得吃, 就很绵的粥了 那我首先呢, 就是要开火先 那我再去介绍, 慢慢介绍一下 逐一样东西 煮水, 接着之后呢 主要的材料有两片小片的陈皮 最好的陈皮, 如果不可以的 推着头皮刺就是果皮 这个呢, 就有什么用呢? 就是化痰止咳, 以及健皮开胃的作用 通常呢, 病痰很淡淡的 有点点陈皮是可以帮助吃肉的 另外呢, 喉咙不舒服 用陈皮的功效就最好了 接着, 然后呢, 米 米多少呢? 就是一麦半米呢? 即是一杯半米, 即是电饭煲那些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经常收集了很多这些杯的 凉杯, 这些凉杯, 一杯半 那这里呢, 一杯半来说呢 就相当于三碗白饭 那我打算呢, 就给我女儿呢 就吃今晚这一餐 和明天全日的了, OK? 那呢, 喏 米, 就其一啦 跟着之后呢, 还要呢 就是要是大皮的生姜片, 素片 为何要大皮呢? 因为呢, 姜是什么呢? 是微生的嘛, OK? 那呢, 它呢有少少辣 那呢, 其实呢, 姜来说呢 对于伤风感冒, 尤其是流鼻水这家 是非常之有效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吃过盒仔茶 大家知不知道盒仔茶呢 怎样可以增加它那个盒仔茶的功效呢? 就是加姜片和加葱 所以呢, 等下呢, 我煮足的时候 都会加姜和葱 那呢, 煮足的时候 就放几片姜片, OK? 那我现在呢, 首先呢 我就要是 下了这个材料先啦 不用等它水滚的 那我现在呢, 就洗米啊 那我现在呢, 这支新镜头 超幅啊 那, 材切了之后的片幅呢 都达到呢, 就是18mm 的焦距啊 那18mm来说呢 相机来说呢 是一个超广角的焦距 那呢, 就... 虽然它是超广角而已 但是我发觉呢 它的变形不是很严重啊 那就说说说相机 哈哈 怎样都好用手机的, 说真的 好了, 跟着之后呢 我们呢, 就稍微呢 就是洗米, 洗了它, 洗干净它 那呢, 就过水呢, 就过两次啊 那, 那我们避免呢 就是想快手一点啊 避免它有米落了去那个... 就是落去那个... 升盘那里呢, 我们呢 就拿个... 细仔, 隔起它啦 那这些墨细呢, 就很便宜啊 40元一只 都其实都不算便宜 不手钢啊 那有些是30元啊 那... 那... 其实呢 很多... 嘉品店都有得买的了 大家的楼下嘉品店都有啊 那... 那当然... 就是这个... 这个品质呢 就各个牌子啊 各个地方买的不同 越贵的就... 越...越... 抵用啦 那...也都... 好像天上野这些 这样的日本名牌啊 买到80元一只 OK? 那... 那... 那我们呢... 就... 将这些米全部放在去 那... 这样就浸一点点水呢 那那这些米就会搬了 那这些米呢 就可以搭了 那... 好啦 那... 洗完食物啦 好啊 接着呢 后呢,我们呢 就... 那裹果皮啦 那裹果皮呢 就用热水浸浸浸它 几分钟就好啊 稍微浸浸它 为何解呢 因为我们要刷走那些... 浪啊 那些浪呢 那... 大家看到这些浪啊 那那... 大約兩塊果皮或陳皮是多大的份量呢? 你預計大約半隻金的份量 這樣就刮出來了 好,然後放進去,果皮放進去 然後沖一沖,薑皮洗乾淨 然後沖一沖,切幾片 就算你中了吃薑也好,幾片就夠了 為什麼呢?因為我會再放薑絲下去 增強它的效用 好了,基本上完了嗎?當然還未完 新、舊的朋友就知道我想做什麼 但新的朋友就未必知道 那些人經常說,我想吃這個很綿的粥 就想幫切法,有加匙羹也有 加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也有 但其實想吃綿的粥呢? 關鍵不是你做多少 而是你有沒有做錯的東西 放錯了材料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放一匙鹽 放一匙鹽,然後放一匙鹽 然後放少許的食油 夠的了 這樣就可以令到粥呢,開花開得漂亮 又綿又滑 好,然後我們就做完這個功夫了 然後我們做什麼呢? 完了嗎? 我想特別呢,之前那些粥片我都沒有說過 就是若你也說過,但沒有認真說過 就是什麼呢? 很多人呢,就經常都說 煮粥就會黏底 OK? 那其實呢,煮粥呢,你想它不黏底 就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呢,就是勤力點搞它 大概每隔五至十分鐘就要搞它一次 這樣就可以令到粥底不會黏底了 第二樣的呢,容易清潔那方面的考慮 以及不會黏底的考慮 大家就,大家就要用這個是二極鑊 那,二極鑊有很多款的 那,兩個都是日本製的 那這個呢,就多數呢,專業廚房就會用這個 它呢,通常就是這個鋁柄,或者是鐵柄,白色的 那這個呢,比較豪華一點的 它有一個鑊,兩個鑊的設計是一樣的 那,這個呢,就是家用式的,OK? 這個是真的日本製的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製的 但是我買的時候呢,它是用日本的說明 那,就,兩隻鑊呢,相差不是很遠的,它的價錢 一樣是30cm,炒鑊來的 那,這隻鑊呢,就是300多元 我記得好像380,390 那就是在YUNI創庫那裡買的 這一個呢,就是290,我在上海街,廚具街買的 那,所以呢,如果大家呢,想是買鑊,買得便宜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呢,就,你去廚具街呢,就,一定是便宜的 但是呢,這一隻呢,如果去到廚具街買的話,600元 剛剛出頭,哇,便宜了成夠水 為什麼呢?我不是怪那個原廠 因為原廠都應該有看著我的 因為我上次開鑊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它會找到我 然後回覆了 那,其實呢,因為原廠呢,它是有運費的,它有免運費 那,其實羊毛出菜羊西上,它就賣貴一點 就是這樣解,OK?行不行? 那,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買便宜的鑊,漂亮的鑊多選擇的 就一定是去油麻地的上海街 上海街,油麻地的C出口 跟著之後呢,就向著廚街的方向走 走過了廚街,第二個街口就是上海街了,OK?行不行? 好了,那開始水滾了,大家看到我一直都沒有蓋鑊,是嗎? 是的,因為呢,其實呢,正式來說呢, 專業竹店呢,它是不會用小火慢慢和你吐的 它一定是用中大火和你煮的 跟著然後呢,這個竹呢,然後呢,就是要不蓋蓋 這樣呢,那些竹呢,它爆的米花呢,就會爆得更漂亮 好了,講了這麼久,那其實我先煲了竹底 皮蛋在這裡了,那我今天呢,就用三隻 那有很多款式,大家看到什麼就買什麼,沒什麼所謂的 那今天我用的是什麼肉呢? 那我近期呢,我就經常跟大家介紹一下一個瓷底肉 那瓷底肉呢,就是肚子下面,這個大腿和肚腩之間那塊肉呢,就叫瓷底肉 那麼呢,我今天呢,就買了一斤三兩 新鮮的肉呢,都不是很貴的,現在很便宜 我現在一斤三兩就買到80元 那,但是這裡呢,我就純粹呢,我就刨了那些肥肉出來,叫它 只是瓷底肉,因為是病人吃的嘛 那就不要吃到那麼肥膩啦,OK 要不然腸胃也有一點點頂不住 不是有什麼不好處 其實有好處的,吃肥豬肉 不過呢,對病人來說,它腸胃不太好的時候就純瓷底肉 但是它呢,就給大家在肉桌裡面買到的新鮮的瓷肉呢 它更加滑,更加爽,更加容易處理 好了,那那些肥肉去哪裡呢 嘩,這裡呢,我粥粥呢 那麼我就見,買了那麼多豬肉 然後呢,我就順勢啦 我說,喂,老闆送些肥肉給我 然後他以為我加到那些瓷肉那裡 我說,不是,你整塊給我,我就騙他 我說,我自己慢慢切,慢慢加下去 要不然那個比例,要不然有比例的 那麼實質上呢,我拿這裡這麼多的肉來做什麼 當然是用來炸豬油啦 就是病人有得吃,我們健康的也有得吃 好了,那廢話就說了這麼多了 因為其實這裡呢,它開始滾了 那麼我們呢,就是,計時計多久呢 嗯,25分鐘左右啦,OK 大家看看我加多了1分鐘就算了吧 那麼,30分鐘,這裡有個靚粥吃 所以這裡25分鐘呢,我大把時間慢慢忍了 大家說是不是 好了,我不是說粗話 廣東話,真的有個冷字 什麼叫做冷手小菜 什麼叫做冷手小菜 或者是你在想什麼呢 其實就是在玩什麼 冷手小菜呢,就是你最傻家的那個小菜 好了,那我們做完所有的東西了 介紹完畢了,其實這個粥很簡單 那,然後呢,我們就先拌了這個肉 我先放一把刀,暫時沒用了 好,那,然後呢,我就將這些肉碎,就倒了它下來 那這裡大概,我就這樣拿起,大概12兩左右 好,那,然後呢,我們就拌東西了,開始 那,首先呢,就放一點點鹽先 那,什麼都不要加,就這樣拌它 Hello 那,就,我的兒子又回來了 那,然後再拌它先,先拌到它起膠 那,這裡不用理會它 那,通常呢,這些豬肉呢 如果你清洗乾淨之後呢 它是沒有黏手的感覺的 那,但是呢 那,如果是,你加了鹽再拌它 它就開始起膠了 就這樣起就起膠了 那,這樣,抄起它之後 用手壓它下去 那,這個動作呢,就 其實呢,就比這個用筷子 用筷子,純粹用筷子呢 去攪拌呢,就更加厲害一些 還有呢,它更加容易起膠的,OK 那,我這個,這個,這樣的豬肉的拌法呢 就可以即拌即拌即拌 那,都一樣是這麼滑的,這麼嫩滑的,OK 那,用力一點點 那,就開始搓成一團了 好,這個時候呢,就開始加其他的 我先洗一洗手 加其他的醃料 跟著,少少少糖 糖呢,可以是比這個,就是比這個 鹽呢,是多少少的,不怕 那,如果大家看到,我先留很輕手的 下鹽,都是就著來下的 那,如果大家想鹹一點,就下多一點 如果淡一點,就下少一點 看著我的影片 雞粉反而可以下多一點 因為雞粉其實是少臘的 比鹽,就少了一半臘的,OK 我又不記得買胡椒碎了 好,那,跟著之後,少少胡椒碎 跟著之後呢,麻油 那,這些不是普通的豬肉的醃法 其實只需要很普通的就可以了,OK 不需要太過去緊張的 跟著之後呢,我們就加少少的蠔油 那,大概差不多一茶匙左右就夠了 跟著之後,生抽又是一茶匙 跟著之後,加生粉 那,那,因為我煮粥呢 我生粉就可以加多一點 跟著之後,這個時候呢 那,我就開始加水了 加水呢,那個比例呢 就按照我說的那個是,多少呢 牛,2比1 豬,4比1 雞,8比1,OK 即是,豬呢,就是四份豬肉加一份水 那,這裡呢,12兩 那,大概是一磅左右 即是,大概呢,就是四百多克 OK 那,四百多克來計呢 那就,4比1 所以呢,我就加100cc 那,為什麼我很隨便加水呢 因為我已經習慣了 大概都已經知道了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重新再拌過它 那,大家看著了 是否有很多水呀 水汪汪的呀 但是呢,我拌一下拌一下呢 不覺不覺呢 那些豬肉呢,就會吸收了那些水的了 那,大家看看我拌 那,現在我拌了幾下了 那些水已經沒有了 但是,現在還沒得了 因為呢,它的水呢 是還沒跟那些肉啊,是結合在一起的 還有,我先頭,為什麼要先加鹽拌了呢 為什麼會起膠呢,就這樣加鹽 原因呢,就是因為那些鹽呢 是可以破壞這個蛋白質的 同時間呢,就破壞了 蛋白質的時候呢 亦都破壞了豬肉的紋理 那些肉類的紋理 那就可以令到呢 那些豬肉呢,就更加軟 更加滑 為什麼我先頭說 即高即食呢 啊 OK 都可以這麼滑呢 那個鹽 那個秘訣就是這裡 就是拿鹽去拿到它呢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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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那些...那些... 就沒有改變了 還有呢,就是... 溶解了它的蛋白質 表面的蛋白質 那我現在拌一下拌一下,很快起膠 如果我是先下了鹽呢 它就...很快吸水,很快起膠的 OK? 但是如果你一起下的話呢 這樣就慢慢來了 有排啊 那這個呢 就...外面很多師傅呢 就不會... 即...未必會講到這個原理 啊 啊 或者是講到這個原理 但是它未必會做到啊 OK? 那...那... 為什麼我整天這麼沉氣呢? 大家看著這個畫面 我沒有花沒有架的嘛 看著它由水汪汪變成 啊 現在...你看 看到嗎? 鮮頭呢 如果我...鮮頭呢 如果我...鮮頭說 欸...吸水了啊 但是我都說不可以 為什麼呢? 如果那時候拿起呢 那些肉是散的 現在呢... 大家看到 一塊塊的啊 那繼續 不要...不要停啊 因為呢 這樣呢 我們才可以確保 那些水份 百字之一百 給那些肉呢 完全吸收 然後呢 它剩下表面那些... 嗯...粉啊 啊... 就會是包裹著那些肉啊 那到時候 我們要... 煮的時候呢 即是要煮的時候 它才可以確保呢 那些水份 不會流失的 OK? 那...一樣啦 撮起它 然後壓回它下去 就...令到它呢 就... 產生這個海綿吸水的效應 好了 那...現在差不多了 那...可以的話 夠力的話 就打一打它 為什麼呢 這樣可以排走它的空氣呢 令到它的肉呢 就更加緊緻啊 尤其是 吃出來呢 就是爽的 又滑又爽的啊 那如果有時候 大家呢 留意一下呢 街邊沒有那些 即是...有煲仔飯的 你留意一下 那些師傅怎麼做肉餅 雖然醃好了 但是呢 它依然呢 是會打它的 這樣就可以令到呢 那些肉餅 更加緊緻 和爽滑 其實這個原理就是 跟隔魚蛋差不多 好了 搞定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 下油了 封油啊 油不用多 但是... 一樣啦 我要那些油呢 完全是 吃光了那些肉 還有呢 跟那些水呢 就混和在一起 這樣呢 這個肉餅 才真正完成呢 就是又爽又滑 因為這樣呢 那些油呢 吃光了那些粉那裡呢 就變成了呢 這個保護層 就會更加鞏固啊 還有呢 它沒有那麼容易脫粉啊 來 看看 鮮油和水汪汪的 看看 有沒有水啊 看看 OK 行不行 好 這個時候呢 弄完一樣又一樣 大把時間了 我又用洗潔精洗手了 那... 上一條影片 那有個真正的專業廚房的師傅 太太師傅 走來解釋用砧板的方式 我幾時都說 是方法 是你對不對 而不是呢 很多東西 硬性一刀切啊 OK 那我又洗完砧板 又洗完手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處理其他東西 那這個豬肉 不要理他了 好 跟著然後呢 我就慢慢做了 首先呢 我先頭就說了 我要 切這個薑片 那大家都會見到 上一條影片 那豬尾師傅呢 就是這樣擺刀的 但是我呢 就這樣擺刀的 我這樣擺刀呢 是因為我習慣了這個廚房的方便 因為經常這樣擺東西 還有呢 這把刀呢 是平衡很多 我就... 那位師傅呢 就... 曾經跟我一起去看刀 因為英國呢 就... 沒有什麼好刀 那我就... 他就... 即是我就跟他說 我說呢 我喜歡用木柄的 因為為什麼呢 木柄它後面呢 就一條鐵的 木呢 就輕身很多 變成我整把刀 雖然你已經磨了三分一去的了 但是呢 我這樣擺刀呢 依然是非常之平衡的 那跟那些鐵柄呢 不如不守鋼柄呢 就差很遠的 那大家要記住了 即是有不同的刀呢 就可以有不同的擺法 但是 最主要我經常都說 是因地制而 我才這樣擺法 即是 有時候間不中 大家都會見到我這樣擺刀的 那就看看是什麼刀 OK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要切薑絲 為什麼呢 等一下呢 我還要是做那個... 什麼的 做那個菜 那還有呢 就是我再是... 上台吃之前呢 我會再煮一煮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 在煮一碗的時候 再加些薑絲下去 就可以增強一下 這個... 這個... 就是... 風味 和呢 就是可以增強它的療效 啊 那這樣就剥掉了些皮啦 那... 那... 這個位呢 就應該... 這個鏡頭 就應該看得很清楚了 那切柚絲啊 好像切那些蒸魚 薑片那樣 大家都見過我 切到有幾有的啦 那這次呢 我還要切再切柚些 那切完之後呢 排好它之後呢 就拍拍它 啊 那大家看看我怎麼切啦 那現在呢 我這些切法呢 這麼幼的呢 其實就可以是... 做那些食大雜蟹那些薑草啊 都是這樣切法啊 我用這個盤 我用這個盤來做什麼呢 啊 那... 將這些薑絲 就放下去 如果呢 就這樣放的話 它好而風乾的 為了保持它的狀態呢 我們呢 就... 拿水去... 去... 沖一沖它先 那... 然後... 大家留意一下 竹碟啊 它們都是這樣做法的 OK 那這些薑呢 我就有時間放了 慢慢放 有時間... 好啦 就是... 慢慢放啊 那就不用怕那些薑會乾啊 好 接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要切些蔥花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因為呢 我先說了 加強那個傷風感冒的防止 它的功效呢 就加薑和蔥 那這個是有中藥的原理在裡面的 那我這些蔥呢 其實我已經放了應該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今天第四天啊 那大家見到我呢 就這樣放在這裡的 那... 那... 接著之後呢 我就切了個頭尾 那... 那... 大家見到可以放四天 都不怕的 都一樣可以的 最緊要呢 夠乾爽的地方 OK 那... 大家不要以為我... 就是... 特別為做而做啊 大家都見到我整天呢 都是放很多蔥去吃麵啊 吃...吃東西的 為什麼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我講真的 我一年呢 大概... 最多... 有... 有時候沒有 有時候一次 有時候兩次 最多兩次 就是什麼...感冒 我是很少病的 那... 那... 切它啦 粗粒也好 又粒也好 沒有什麼所謂啊 那... 那... 來到這裡呢 之前有朋友仔質疑我啊 為什麼切蔥呢 用回同一塊砧板 那... 經過我專業的... 就是... 上一條片 專業的廚房... 就是... 職業廚師啊 的解釋 和我... 平時那個清潔的習慣 大家應該理解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啊 就是... 有時候不需要是... 真的... 做人都是一樣的 不是二份法 非坑即白 而是... 大家最主要其實都還要看自己的那個... 那... 就做完了 那... 這裡... 我開始就要... 要是... 什麼啦 要是... 要攪那個粥 如果不是就會黏底了 那... 大家看到呢 我一直以來呢 先頭的時間呢 我是沒有什麼的啊 沒有... 理過它啊 那... 那... 這個米... 這個時候呢 就熟了啦 然後呢 我們就等它開花啊 那... 通常這樣的大火... 那... 大家看一下 我這個火力啊 一直都沒有關掉的啊 那...通常呢 這個大火呢 那... 大概頭那20分鐘 米都不會爆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 一過了25分鐘 它就爆到七彩了 爆得很漂亮的 那... 大家看到有爐套啦 所以呢 就可以略為呢 就關小小火 小小好了 那... 那... 因為呢 這樣呢 就可以省回氣 但是同時間呢 那個火力呢 和你沒有用的爐套呢 是一模一樣的 OK 那我放在一邊先啦 這個時候 我有時間喔 有時間做什麼啊 撕一下... 撕皮蛋喔 啊... 不是 撕皮蛋之前呢 現在我要浸了些菜啊 等一下呢 我就要拿來呢 就是... 拿來呢 就是... 放在粥那裡啊 那... 這樣呢 就是大家會看到呢 我既是... 有肉碎啦 同時間呢 是... 有了菜啦 那變了呢 就那個營養... 就是... 我常常強調的就是那個營養均衡 OK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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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先... 打掉這個鹹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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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轉一轉它 這樣就可以防止呢 我們弄碎了些蛋殼呢 它走出來呢 就污染周圍的環境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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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 那... 我們烤碎了之後呢 其實那個皮蛋就很容易剪的 seper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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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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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板同時都是工作台 菜蔥到差不多就關上中水 為什麼我常用強調這個方法呢 其實這個方法比浸泡方便 重要是好很多的 因為我既可以沖走那些污漬 沖走那些殘餘的農藥 同時也可以保持那些菜 不要失味 因為這些菜吸水是不行的 吸得多水的話 菜味自然淡了 做海鮮、做肉類都是同一個原理 那我又一隻了 現在伸出的那些真的很漂亮 是不是很痛啊 原來是你來的 我以為是哥哥來的 說實話你好像惹到我 我有一點點 不過我剛剛已經吃了油了 大家看到呢 只要我們撕蛋殼撕得漂亮的話 我們撕蛋殼就不費吹灰之力 同時間是不會撕爛一隻蛋的 大家看看 OK 包起垃圾 有一點點 好 好 那我們就沖乾淨的針板 先 地方淺窄 所以很多東西是會一搭 即是一樣東西搭一樣東西的 OK 大家小心點 那些水呢 放在旁邊 就盡量 少一點的 交叉感染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切菜 我不知道大家呢 有沒有吃過菜粥 那菜粥呢 其實呢 肉 即是有肉的菜粥 那其實我們在鄉下 就經常會吃的 那些老人家 那些小孩子呢 為了他營養均衡 又不吃東西呢 然後肉碎菜粥 然後再加什麼呢 再加隻蛋下去 夠了營養 那我大概呢 切它呢 1cm 左右 那些菜葉都拿回 這次就用回菜葉了 跟著之後呢 選了它那個菜花出來 或者切之前呢 就 弄走菜花 為什麼呢 因為菜花通常都是苦苦的 那還有呢 它是會 容易啊 有那些農藥的殘餘 那所以呢 有 我曾經見過其他頻道 有觀眾問 為什麼呢 廣東人呢 這麼喜歡撕走那個花籃的 那其實呢 都有它科學根據的 不過 做與不做 信與不信 就看個人了 OK 那我選了那個花籃出來 那這裡呢 每碗呢 我們呢 就加些下去 不是一次過加 那如果你馬上吃的話呢 就可以是 即是 加多些啊 嗯 一次過放到那裡的粥那裡 就一次過吃 那如果你說分幾碗幾碗吃的話呢 就每一次呢 我們當生煮粥 這樣翻滾它 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那這些粥呢 那這些米呢 就開始爆爆一點了 我看看還有多少時間 那 20分鐘開始爆 大家都想不到 開大火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加水啊 為什麼呢 我講 之前我有講過 煮粥如果你想它更加綿呢 其實呢 是中途要加水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加了水呢 它是滾不起嘛 滾不起呢 就好像吐熟它那樣 那這個吐的過程呢 是會令到那些粥 那些米呢 是更加綿 更加容易爛的 OK 好了 那我就 基本上 所有的東西都做完了 那我一 由開機到現在 二十分鐘了 是不是 二十幾分鐘了 一踢過的 那所以呢 大家呢 就 容易去 明白 到底 一個好的 就是 好的 菜喵 是怎樣去製作出來 那有人會嫌好長時間 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 只有是 大家看著我怎樣做 而 目不轉睛 而我又有一個詳細的解釋 這樣大家才可以呢 是 想說什麼 好 好 好 那 就 大家才可以呢 更加容易呢 去達成我酸青的味道 和酸青的效果 OK 好了 跟著之後現在呢 就差不多了 那我就不管它了 我現在呢 就 切這個 皮蛋 那皮蛋呢 要切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用普通 平時用的菜刀就可以了 那我們習慣了呢 就 可以呢 是 這個糖心啊 正啊 那我們呢 就可以呢 就這樣用這把刀 但是如果大家怕刀 又怕著自己的那個力水呢 是不 不夠的話呢 即是 不準 不精準的話呢 那其實呢 那大家呢 我就建議大家呢 就用什麼呢 我先洗一洗把刀先啊 現在換一把刀 那普通的帶齒的水果刀呢 就是最好的 給我 給我 那就是這種帶齒的水果刀啊 那就是這種帶齒的水果刀啊 那就拼一拼乾些水啦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大家呢 即是我呢 就可以啊 即是更加 舒坦地 更加是舒服地 毫無顧忌地地去切啦 那這樣去切啦 因為只要呢 這把刀不拖刀的話 你都幾難整損自己的手啊 只要你拖刀的情況之下呢 這把刀才會戒損手啊 好 那這樣呢 切好了 那等一下 啊 放下去 那它就翻滾了 這個時候 那等一下呢 臨到尾呢 我們才下 那大家不要 那麼快關機字啊 因為更加精彩的 這個老人家的智慧呢 在後頭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煲肉碎粥啊 這個是技巧來的 OK 好了 那現在呢 就任由它啦 那我稍微攪拌它啦 還有時間 那我現在真的關機 因為做完所有的東西 就沒有啦 就這麼多啦 那 薑絲 切好拿水浸 蔥 那這些呢 我不是 因為我純粹因為喜歡吃的 是因為這個的而且確呢 對雙風感冒有個療效的 啊 原來 煮粥呢 這樣做呢 是對雙風感冒有好處的 是啊 OK 如果大家呢 有空呢 行過藥財譜 可以看一下 合仔茶那個 蔥劑那個 就是蔥條那個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加薑紋蔥 就可以令到呢 那個感冒呢 就沒有那麼嚴重的 好了 那講完了 做完事了 等了 是不是很方便很快啊 好 等一會兒見啦 等一會兒 別走開啊 等一會兒 等一會兒 等一會兒傳統智慧啊 好啦 那大家 那25分鐘的鐘響了 其實呢 這個時候還不可以的 如果看過我之前的呢 都知道我煮粥呢 是要30分鐘的 那現在呢 為什麼我要25分鐘呢 因為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呢 就要檢查那個粥底 到底差不多 可以不可以 第二呢 第二呢 就是看一下我還不需要加水啊 OK 好了 這個時候可以了 差不多了啊 25分鐘了 已經去到這個效果了 已經出出那些米漿了 啊 那大家看到的邊邊啊 都很 都很 嗯 結啊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把這個 皮蛋呢 就放了 先那這個皮蛋呢 那這個皮蛋呢 這樣煮它呢 就可以令到那個粥呢 就更加滑的 OK 這個時候放啊 就不像粥店那樣呢 就是吃一個就放一份啊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要令到那些粥滑呢 就有很多種方法的 包括是 可以放這個 是 複皮啦 啊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放了下去了 搞了啦 那一二三 四五 用多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呢 我們才去 這個是 放肉啊 臨尾才放肉 不過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做一個 老人家傳統的 智慧啊 這個 拿這個 熟水 看著啊 熟水 放 放少許 大概 50至100ml 然後呢 慢慢 將肉碎 打散它 那 不要太大力啊 我現在這個目的呢 就是要令到那些肉碎呢 就散一些 OK 但是不是要它的粉 走出來啊 啊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原因呢 就是 嗯 是令到那些肉呢 待會放下去的時候呢 它會更加快 是熟的 因為我打散了 不是一塊塊嘛 那其一啦 其二呢 就是 令到呢 那些肉呢 就是我們放下去的時候 它更加快熟之餘呢 那些粉呢 反而是 不會因為我們攪它呢 就會更加快脫落 這樣呢 就會令到呢 那些是 肉碎呢 就會更加滑 那現在這個時候 雖然我攪散它而已啊 但是 它又吸了那些水了 啊 豈有死它 這個時候我又繼續加水啊 那 逐少逐少加 不要一次過加 否則多了就沒得夠了 那 我又加水下去 那 我現在呢 就不是要拌哦 而是要撩散它啊 那這個時候呢 那些肉碎呢 就會很散的了 那 那等一下呢 我們放了在粥那裡 就不用那麼辛苦啊 記住要 要侵這個什麼 熟水啊 不是凍水啊 OK 即是不是水牛水啊 好了 那現在我攪散它了 我給大家看看 有些水在 在邊邊的 是的 這個時候 OK 這個時候還沒得的 那我又攪拌它了 那這個時候呢 那些 因為已經是沒有了水啊 那 那這個時候呢 那些米呢 就會是沉底的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是攪散它 還有要攪開它 那那些米呢 才會漂亮 那現在呢 開始爆米花了 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這個做不到近鏡啊 所以呢 可以呢 大家在那個畫面上感受一下啦 那但是 但是無論它爆花爆得成不成功都好 但是現在這個時候很明顯啦 那些粥已經很稠的啦 那我們呢 即是家廚來講呢 家廚來講呢 其實我們要做的粥底呢 是會比專業的粥店呢 會更加稠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原因呢 就是因為呢 我們這樣呢 就可以更加有口感啦 還有沒有那麼容易出水啦 還有會飽肚一些 那外面那些呢 那外面那些呢 那粥店的話呢 它除了是 那現在煲到現在這樣的效果啦 那它呢 那些米就沒有那麼多的 然後這個時候呢 它會下什麼呢 下滋米粉 那這個是一個粥 專業粥店的其中一個做法 最後的結果出來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哎 很稠的喔 那些叫糊仔粥啊 那大家可能在鏡頭已經看到呢 因為它很稠 那它蛋出來的那些呢 不是水啦 而是甚麼呢 那些粥那些 那些那些的那些 那些那些醋啊 啊 雖然我現在正在用耳结鑊 但是我也只是要經常攪耶 OK 好了 那這個不小心 不OK 這樣因為它們經常到處放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半絲蓋啦 OK 直至到咾か中為止 待會見一下 咾か啦 我們再上下一次 那便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怎樣加肉碎 一次我煮的大餐粥 好了 現在就中響了 我先蓋上蓋子 其實我關機的時候 我是不停擦灶頭周圍 因為那些粥都撇出來 那些粥水 這個時候就已經是非常之綿 這個時候我們就關小火 向右手邊關了 剩下燈心火 就不要讓它滾著 為什麼呢 我這樣這個時候下肉 就會令到那些肉 就不會那麼容易走粉 令到那些肉就更加嫩滑 那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些粥已經是非常綿 已經做到 可以食用的狀態 好 這個時候 我們稍微攪拌它 然後呢 我們就逐一點逐一點 這樣就不要一次過 即是落一大塊下去 逐一點滑下去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開始攪拌那些粥了 這樣呢 就順時針方向攪拌 你看到那些肉呢 表面呢 即是有一些 大家看不看到 我先加多水 我一刀它呢 它會立即散的 這樣就見到 那些肉呢 就一粒一粒 好 這個時候我再加 慢慢加下去 因為這樣攪拌了之後呢 那些肉呢 豬肉呢是很快熟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不用擔心豬肉不熟啊 好 那我就 更多了 然後這樣推它 不要直接碰到那些肉啊 因為這個時候呢 其實那些粥呢 都已經很稠的了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不需要呢 是 即是 太過大力去推它 那它已經是動的了 為什麼我經常這樣拌來拌去呢 其實我正在拌去 煮底 因為我感覺到它有一點點黏 那 煮粥呢 就算你用了易結鑊呢 它最後都會黏底的 那但是黏底 是否嚴重 還有它有沒有影響到 你那個整體的粥那個 就是吃口感啊 還有吃味呢 就要看你 勤不勤力了 好 那就倒下去了 那基本上呢 這個呢 就是 和古代啊 所謂的肉味就差不多 那如果你真的想把它變成肉味呢 那豬肉的比例就更加高 那如果你呢 不想的話呢 那就可以 就是 好像我這樣啦 嗯 2.6升的水呢 就加這個 是400 接近500克的 嗯 接近500克的肉碎啦 啊 跟著之後三隻皮蛋啦 OK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大家想變成肉味這樣的樣子呢 這樣的效果的話呢 大家就可以呢 是 嗯 這個是 嗯 就是 可以呢 就是 加多些的肉的比例啊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加菜粒了 那因為呢 我現在呢 我免得再令我開鍋了 就是再滾足了 那我 因為 始終都是地方有限 那我就示範一次 看一下 是怎樣加菜 那我加少少菜 菜粒 菜粒啦 那這個時候呢 一直都是滾著的 那 那大家看看 那這個肉呢 其實這些豬肉呢 已經是全熟的了 這個時候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拿碗啦 然後就 放些薑絲 下去 嘩 喜歡吃多少 就放多少 啊 然後就 少少的生油 或者是熟油 OK 我剛剛放的是熟油 那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了 那這些菜轉色了 可以了 OK 熟火 搞定 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些粥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軟綿綿 現在我加起來 應該就是三十五分鐘左右 三十五分鐘 就已經有了 一鍋 一鍋 那麼健康的 那麼營養 豐富均衡的粥食 這個就是病人餐來的 好 看就是 是否很簡單 好的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再放些少少的蔥花 這個就不是純粹裝飾 亦都不是什麼 我可以關火了 關火了 不是純粹裝飾 亦都不是純粹的這個 就是這個是 喜歡吃的原因 因為現在這個時候落蔥花 這個菜來講 這個粥來講 這個時候落蔥花 其實就是 可以幫助病人排除感冒 OK 這個時候就行了 我就稍微轉一轉 轉一轉鏡頭 因為這個太短了 即是招數太短了 待會我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好了 大家已經擺好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成品 是非常之稠的 比在街邊來說 即是外面的粥店 就會更加稠 但是味道 就一點都不舒適 大家就看到我 先頭是沒有做過任何調味 除了一開始的時候 下了一匙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病人餐 如果我們放得太鹹的話 對於腎臟的負荷 就相對較重 這個對於病人來說 就不利的 但是如果大家平時 沒有什麼事做的 想吃粥的話 其實可以調味 就可以調味 大概加一匙鹽 加一匙鹽 加一匙糖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本身 那個豬肉 都是有味的 OK?行不行? 這個是第一 第二 先頭 大家就會看到 其實我煮一煮粥 這個粥呢 我真的一剔過 由它開始滾到 開始落米到 這個是它煮好為止 我是沒有停過機的 OK? 是後來呢 再加多五分鐘的時候 我停一停機的 所以大家可以心裡有數 這個粥呢 其實呢 根據我的說法 或者根據那條片呢 是大約三十五分鐘 就可以吃了 而我們要做到這個粥呢 是要夠綿夠滑的話呢 就一定是加一匙鹽 就是少少鹽 我這麼大一盒 所以才加一匙鹽 如果大家減半份量 或者只有一個人吃的話 當然鹽就少些 但是鹽一定要加的 然後加一些生油 那就不用理會它了 繼續大火煮它 如果我有這個爐套 因為它太高溫了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稍微生細少少火 省些煤氣 然後呢 我們為了要令到這個粥的療效更加高的話 我們就要加蓮皮的生薑片 這個呢 就有協寒去寒氣的作用的 通常譬如說 大家就算不是雙風感冒 如果平時是有胃寒這個症狀的話呢 其實呢 大家可以用我這個方法的 基本上我每次煮粥都差不多 一定是大皮薑的了 為什麼我本人呢 就是胃寒的 小孩子呢 出去吃飯呢 多數都有凍夜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我煮粥都會放薑片 接著之後呢 就放一到兩塊的 小塊的陳皮啊 陳皮有什麼用啊 陳皮呢 就是 味甘啊 就是 它可以呢 就是 健皮開胃啊 OK 行不行 其實本身呢 陳皮都有一些少少寒底的 但是呢 它就可以有一個健皮開胃的作用 令到那個 即是你沒有什麼胃口的話 那你就吃這個粥就對了 這樣 OK 所以呢 很多時候大家會發現呢 煮白粥呢 要麼就放白果 要麼呢 就放陳皮 那 放陳皮和放白果呢 就有兩個功效 不同的 雙方的功效 白果其實呢 是 除了它本身的營養價值之外呢 其實它會令到你輕微 輻射 即是說 是會有達到 清腸的作用 啊 清理腸胃的作用 那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想這樣做的話呢 就放白果內煲 OK 如果你想健皮開胃 即是沒有什麼食慾的話 但是又要吸收營養的話 就放陳皮 行不行 OK 好了 那麼 加完這些東西 跟著之後呢 加滿水了 那麼 我們需不需要理它呢 是不需要理它 但是不需要理它當中呢 大概呢 每隔 大概十分鐘左右呢 我們就要攪一攪 竹底 因為為什麼呢 無論你是不是大火都好呢 它都會有 越煲得後期 即是越煲得久呢 那些竹呢 因為發大了 那些米發大了 它會沉底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就要每十分鐘 就攪一攪它 越是到後期 我們就攪它的次數 就越頻密 因為為什麼 那些竹會越來越結 越來越結的話呢 它就越來越容易黏底 哪怕你是容易結和 但是 雖然這樣 但是我依然會建議大家 是容易結和煲竹的 為什麼呢 容易清理嘛 就算它真的煲在底 都不會馬上焦 都有機會給你補救 OK 行不行 好了 在我煲竹這段時間 大家會見到呢 會見到呢 就是說 我是沒有理過那些竹的 一心一意去做什麼 首先就攪了那些肉碎先 那些肉碎大家要記住了 你想即攪即食的話 又可以保持這個 就是保持這個暖滑 我現在試試味先 不是 試試肉碎看看 我現在筆下面那些 首先呢 我吃下去呢 那些 粥呢 是很綿很滑的 但是吃得出米的 這個呢 就是我們這樣煲竹的好處 當然如果你想再綿再滑 煲到好像外面那些米 散了的話呢 大概用到四十分鐘左右 我現在用了三十五分鐘而已 好了 然後呢 那些肉碎呢 我咬的第一口呢 是真的滑的 就好像大家吃肉餅一樣 但是呢 因為它是瘦肉 我就沒有什麼加肥肉 我咬呀咬呀咬到最後 那些水吸乾 即是被我咬乾了的話呢 那呢 就會令到呢 是那些肉呢 就有一點點咬頭了 這個呢 這就是我這個醃肉的方法的一個好處 但是呢 所謂的有咬頭呢 不是說柴口那種的 都依然滑的 OK 肉香呢 就非常濃烈 好了 那呢 我先頭就說到了 這個這樣的拌法 即拌即醃 即食 那中間呢 大家會看到 因為煲竹要時間了嘛 那其實我醃好了這豬肉之後呢 都還有十幾二十分鐘的時間 十幾分鐘的時間呢 就可以讓它入味的 那本身它是因為肉碎 所以需要的時間 不需要太長 就不像肉片那樣呢 就需要 起碼十五分鐘以上 三十分鐘就最好 這樣 甚至要隔晚就更加好 這樣 OK 肉碎是不需要的 那也都等於呢 我之前那條片 我即時拌給大家看 那個 這個鹹蛋肉餅 哇 真的一樣是這麼滑的 那當然那個是加了肥肉 就更加滑了 但是這個呢 就基本上 大概10%左右的肥肉都沒有 那所以呢 會是相對地 吃到最後後來 會有一點點咬口 但是這個咬口 絕對不是柴鼻 好了 我們撈肉的時候 大家要記住 一樣東西呢 就是我們要下鹽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破壞它的蛋白真 以及破壞它的紋理 從而呢 就第一步 就是第一步 就是第一步就要做到那個 肉類呢 就更加亂滑 跟著之後呢 拌完鹽之後 我們再逐樣逐樣東西加下去 一起加下去 跟著要加水呢 就記住啊 豬肉是四比一 四份肉就是一份水 就一定沒錯的了 至於加生粉是多少呢 那就視乎大家 到底下來做什麼 炒呢 就要少些粉 蒸呢 或者 不要說蒸 應該是說我好像這樣煮粥呢 我們就要加多些粉 OK 好了 到最後最後 我們夠鐘了 做好那些 就是所有東西了 粥都煮好了 響了鐘了 跟著我們要做什麼呢 這一個呢 就是老人家的傳統智慧 就是啊 我們呢 我們呢 就將原本拌好了的肉碎 用水去打散它 那我先頭呢 就500克的 就是 肉碎 最後拌好之後呢 我再加回大概 100至150 CC 的水下去 就慢慢 慢慢 攪散它 那大家看到呢 我因為這樣 做了這個動作之後 是不是這個肉碎很快熟啊 但是很快熟 熟當中呢 啊 它又保持到它的嫩滑啊 不過 又吃下去呢 是有肉汁的啊 不過 最後呢 因為它是全瘦肉的嘛 所以偶爾會吃到些 最後呢 就會有些咬口的 偶爾有一兩顆呢 就是 自由不懶的 但是不要緊的 這些是 正常的現象 OK 可以嗎 好了 最後呢 因為我講到明 這一餐是 這個是 雙風感冒的病人餐 所以呢 我加了薑絲下去 同時間呢 我又加了薑絲下去 喏 我這個呢 就不是無的磅子的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就是 那些盒仔茶呢 它的說明書裡面呢 其中有一條呢 就是 加薑片和加薑 為什麼呢 這個會令到 那盒仔茶呢 是會更有效去 就是 治理啊 這個雙風感冒的 OK 那我現在 在這個粥裡面 所做的過程呢 所添加的材料 原理也是一樣 OK 行不行 基本上就是這樣 好了 為了要均衡營養 喂 食粥還食粥 但你都要吸收維他命C 喏 這裡我要特別強調 我不是 什麼什麼狀棍 或者特別呢 就是 不是什麼狀棍 是什麼什麼痕 這樣呢 也都是 特別呢 要跟別人呢 做法不一樣 所以才加菜 不是 絕對不是 喏 菜心呢 本身它是性溫和的 OK 即是它不會令到你的腸胃 有什麼好變 有什麼大的變化 但是 它相對地呢 它那個 有豐富的維他命B 維他命A 和維他命C 尤其是維他命C 為什麼 我要加菜下去呢 因為它的維他命C 其實是有效地去 增加 病人的抵抗力 尤其是一些過熟類性的病毒 通常這樣 通常是過熟類性病毒引起的 大家說是不是 所以呢 我在這個粥那裡 我再加菜下去 就是這個意思 喏 不要看一碗簡單的粥 以為 煲粥而已 病人餐當然是這樣吃 清理腸胃 其實大家 當然 想錯了 我先頭都說 你清理腸胃應該加白果 是不是 但是我現在要 增加病人的體力之餘 也要增加營養的吸收 所以這個粥呢 就會有這個是 菜粥 這個是 皮蛋肉碎菜粥的出現 而中間 添加的各種材料 我都是針對著 傷風感冒這個病而來的 OK 行不行 當然 大家說 喂 不是喔 我又想健肥開胃 我又想 又想 又想 清理腸胃 這個粥其實可以加白果的 不過白果要記住 記住要撕掉心 為什麼呢 如果你 譬如說白果 早前就好像 新聞已經報告 他吃了二十多粒白果 然後馬上要入醫院 洗胃 雖然不至於死亡 但是你會很辛苦 記住 吃白果 你一定要 一定要撕掉那個心 還有 記住 我經常都說 少吃多滋味 多吃懷到鼻 任何一樣東西 你不要 任何一樣食物 你不要因為自己喜歡吃 所以一吃就吃很多 如果不是的話 就出事 譬如說吃荔枝 又是呀 早前也是新聞 他不知連續吃了兩斤 三斤 然後又出事 又要入醫院 因為為什麼 荔枝是比較粗 雖然它很好吃 不過呢 吃得過量 依然是 我那句 就算是補品 你吃過量的話 都會變成毒藥 OK 行不行 就這麼多了 我又很詳盡 我希望大家可以吸收到 下支 家裡有人病 或者自己病的時候 懂得怎麼做 不要以為 加菜的粥就很難吃 很好吃的 而且我這個菜 因為大家都看到 依然保持口感 而且我放了這麼久 都這麼脆 好嗎 不說了 我給女兒吃了 她等了很久 就這樣吧 拜拜 希望大家以後有幫助 拜拜